首先我们由静入动 两脚可以自然分开 也可以并笼 以你舒适为准 一般因为动就要分开 手可以结印 像我这样的舒适 也是以你舒服为准 我们当静下来沉下来 如果感觉有气在动 你就随着它走 不要控制它 如果没有 我们还要慢慢在体悟 就是还没有身体 还不足够静 思绪太乱 就是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从静坐开始 我前面课程讲 当你感觉到有气在动的时候 它是自然在动 我没有动 就随着它走 一般人 我们首先打出来的是 比较柔的这种 因为气 它刚开始也慢慢硬化 体弱的人 它往往都是比较柔 女性它的气 也是比较柔的 可以放音乐 也可以不放 听大自然的声音 我们起初 闭上眼 会更入静 记得口诀 守静 不守动 就是它 不动的时候 我们不要跟着它走 然后 守无 不守有 就是 我们认为它没有在动 周遭的一切 什么都没有 我是自然界的一个 无我的状态 无心无我 连自然界这些概念 词语都不要响 然后守气 不守意 就是这个气 随着它这个气来走 不要动意念 如果动意念 就跟手动 是类似的意思 你动了意念 你想做什么动 你觉得什么好看 但你现在的状态 没有达到 或者说你的身体不适合 这种动作 过快过慢 过刚过柔的 那就不要动这个意 尽量不要动意 动意就要耗精神 所以它就这样 可以自然下来 如果女性 会比我这个姿态 感觉更优美 优雅 这就是很简单的 自发工 我们收工的时候 他自然也会 给他一个收的信号 他自然就会 以不同的动作 有的时候 如果是听着音乐 他伴着音乐 就停了 自己 这个身体 身体哪里有病灶 他会去 根据你这个情况 自我去调整 每时每刻 不同的环境 他动作都是不一样 你如果动意 也可以有不同的花样 为了表现 也可以更好看 那叫适动 我们尽量先不要 也可以娱乐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 听听醉拳 听听这个 这个不同的 舞蹈 不同的球 我们先讲的柔的 这一部分 Dunnel 比如说 大 terms 咳 咳 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